桃園龍德宮八天七夜徒步遶境活動 上午抵達了鹿港天后宮 九旱逢甘霖 儘管天空下著雨 信徒的熱情不減 沿途都擺受了香岸公營媽祖 而配合疫情呢 所有的遶境隊伍 一律佩戴媽祖平安口罩 他們也祈求嚴峻的水晴 趕快趨緩 疫情趕快消退 今年全臺最早遶境出發的媽祖廟 三月二十號晚間起駕 上午抵達彰化鹿港天后宮 四媽祖聯教初巡 龍德宮最有名的仙女佛教成為亮點 各式鎮頭緊跟在後 超過三千名信眾徒步隨鄉掛會 天后宮盛情恭迎媽祖聯教 桃園龍德宮新廟落成 入火安座之後 首次來到鹿港天后宮 雖然天空下著雨 但熱情信眾沿途擺設香岸公營媽祖 信徒一步一腳印與媽祖同行 配合政府防疫 繞境隊伍都佩戴媽祖平安口罩 也祈求媽祖保佑 讓水晴盡快趨緩 疫情趕快消退 國外宣黃族 張春風 謝綜藝 彰化報導